短效口服避孕药 如为医生特药专家王小宏 西岩市侯卫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短效避孕药呢 我们一般指的有效时间短 持续时间短 需要每天吃的一种避孕药 一般呢 现在主要的有的就是一个 着氧孕吸雀瓷醇醇片 还有一个 左雀瓷醇环柄孕酮片 还有一个是 驱龙蕴酮雀瓷醇醇片 一般现在我们常用的是这三种 短效避孕药呢 常规呢 吃就是每次在月经的第二天到第五天呢 开始口服 一般吃二十一天 停药 它一盒呢 就是二十一片 停药以后呢 观察三到五天 下次月经来潮 那么在下次月经的第二天到第五天呢 就开始下一个周期的服用 左雀蕴酮 环柄蕴酮片呢 我们一般呢 多数呢 用于多纳卵巢综合症的患者 那么它呢 作用呢 既可以调整月经 还可以降低睾酮的这个数值 让这个多纳卵巢综合症的病人呢 月经呢 变得正常 而且能够起到怀孕的目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